字幕-Ton 大家好 又是《諾報》我不講場 有我余榮陽 身邊也有鄭重輝 廢哥你好 大家好 這幾天打完風很嚴熱 熱到33度以上 我早天就想起 有一件事我不能吃 因為我痛風 但是在澳門來說是一個著名的產品 你很喜歡吃 舊底童年很喜歡吃 說一說吧 說名也不怕 因為都是說好東西 在荷蘭縣有一間冰室 很著名的 其中有一隻的雪條叫做紅豆雪條 很多人喜歡吃的 我身邊的輝哥一定吃過 一定吃過 是紙包的 我吃雪條也挺愛好 小朋友的時候 一個雪條給我的印象到現在都很深 幾毫子一條 你一拿到雪條 已經感覺到很享受美食 一拿開那個紙的套 有些不捨得撕 它的樣子已經令到我覺得它很好吃 是 事實好不好吃呢 事實都好吃 都好吃 好吃 在於怎樣好吃呢 在於甜嗎 還是怎樣 我們想形容一下這個紅豆雪條 紅豆雪條呢 其實就是我覺得 是把紅豆沙加上一粒粒的紅豆 拿些雪 硬它 叫你吃一個固體的紅豆粥 但是呢 也不只是這麼簡單 但是呢 其實那個紅豆呢 它讓你這樣融掉 那個紅豆的香味呢 你可以慢慢品嘗到 它和吃紅豆粥是不同的 那樣 紅豆粥呢 就煲到它好像叫紅豆沙 你也說的沙 那另外有綠豆沙 那它是融的 是 那麼紅豆雪條呢 如果全部融掉了就不好吃的 所以呢 它有些東西是鮮下 有些東西呢 在那裡倒下去 加下去 分佈了 所以形成了一個紅豆呢 就有一顆粒 一顆粒 但是如果硬的呢 有咬頭的 但是硬的好不好吃呢 當然不好啦 那一定要那個軟 和硬 適中 這個要口感 另外吃那個紅豆那些 像你說的那些 真的好像紅豆沙那樣 但是呢 我們小孩子吃 說得比較肉酸 你出力去煮 煮了裡面的 煮了那些東西 煮了那些東西 剩下一個冰在那裡 白色的 白色的 是啊 所以這些說一下 有很多人沒有特別留意的 這個就是紅豆沙的雪條 其實我們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就很急 吃吃的雪條 喜歡咬 我都有 其實雪條不應該咬 咬呢 你吞了就蠢 吞快了 什麼味道都沒有 是吧 那講講有幾隻的雪條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些現在都沒有的了 讓你說先吧 如果我搶了 說完 你不就說 就是有紅豆 跟著牛奶雪條 跟著就是檸檬 這幾個都是多的 你說吧 有的檸檬 就有另外一種水果 是吧 橙 是吧 那 雪條 跟雪糕一樣 有香護雪條 是 有的 說回來 牛奶 的 冰糕條 也有的 是吧 就是跟雪條有一點點不同 冰糕條和雪條都分別有 朱古力的面 是吧 脆皮 就叫脆皮 對 所以讓你說先有種水果 這個叫脆皮 脆皮 呢 澳門哪間出名 其實我講脆皮 就是應該 超記有沒有我就不記得 白宮肯定有了吧 白宮 白宮 禮記有沒有我就不記得 禮記都有的 是吧 有 現在石果緊泉 就好像只剩下禮記 是吧 就是說吃這些所謂的冰室 禮記好像叫做冰室 雪條就只有禮記了 雪糕可能有多幾間 因為有些是入口的 是啊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後期呢 就很多五陽牌 五陽牌的 就是廣州來的 應該就是 叫雪糕 你說得對 五陽牌 最初在哪裏有得賣呢 就是羅寶博士街 有一間叫珠江 那它做燉品的 是 又做雪糕的 那五陽牌 最初買的雪條呢 就是分別啊 都是有橙啊 牛奶啊 那幾樣東西 其實那些牛奶 有些人形容 它不是真正的牛奶 它是一種甜的 調出來的東西 有些人說呢 就是用某些奶粉 奶粉呢 就是用奶製的 但是奶粉有便宜價和貴價的嘛 但是現在呢 就是我就 又說回雪條了 其實在那個 雪條還沒講完的 其實呢 然後再講其他 是在 我有一個展覽會 我看到 就是意大利的 那它在那裡就是 現場做 現做現買 現做現買的 那是很吸引的 但是呢 我覺得呢 澳門呢 有一樣東西呢 就跟內地 或者香港不同的 就是說 你很少很少見到 你在街上見到 有些人呢 拿著雪條 或者拿著雪糕 是比較少的 但是這個東西呢 在內地就多很多了 內地的地方呢 跟澳門不同 有些特別熱 它要消暑的 那剛才 雪條還沒講完啊 還有菠蘿味呢 還有講到這裡 是有間式的 就是一棒就兩味 是 有些叫雙式 有些三式 是吧 兩味通常是什麼味呢 我又問問你 就是多 有些是牛奶和朱古力 這個小一點 是有不同的果 有橙 橙和 西瓜 紅色的西瓜 總之就是搞到古靈精怪 但是我剛才講菠蘿呢 其中有些雪條呢 它有果粒的 就是不是整個 就是一個冰 是一個水 它裡面可能有菠蘿粒 小小的 我們都吃過出來的 我們忘記了一個雪條 就是椰子雪條 椰子現在都有 我想押續講的 讓你講了 那麼椰子雪條哪裏有呢 是不是又要講回呢 爛鬼樓很多 爛鬼樓沒有了 沒有了 椰子雪條 現在沒有了 那麽我想呢 就是澳門呢 就是講成雪條呢 我不記得是哪間 白宮呢 你說的 就是手推車的 超級都有 有個手推車 有個 推到西環 南環周圍都有 是 我都很佩服它 是 其實呢 就是不容易呢 就算你插多少雪在旁邊都好 是不容易 它不是在旁邊的 在底那裏 它保持這麼久 就是賣幾個小時 那些雪條還是硬的 其實它也很厲害 其實它也很厲害 不是那麼容易用的 其實輝哥 是嗎 因為你焗在裡面 就不是那麼容易用的 還有一些後期 它不是普通的冰來的 乾冰 乾冰 比較耐用的 又容易煮你 不怕吵架 那其實呢 是不是有時候 現在再講回一件事情 是不是有時候 這些街邊的小食 例如雪糕雪條那些呢 是不是應該鼓勵一下 一些人 應該 去做呢 就是你不要經常說 我們不愛街邊當 街邊當又不是 時間有限 又再講 都是街邊的 街邊的消暑食品 有啫喱 涼粉 大菜糕 大菜糕 那幾樣 另外呢 有些人在街邊的士多那裡 買東西喝的 汽水 那些汽水 那些汽水以前的櫃 就不是一個 純粹雪櫃的 是一個冰水櫃來的 那些叫水櫃 水櫃來的 水櫃呢 是在澳門做的 本地做的 它做過金屬殼 然後它有一個製冷 有一套東西的 就放進去適當的地方 那麽就像你說的 那些水櫃呢 嘩 那些水你摸一手下去 冰凍 是 但是又很容易漏電的 試過有漏電的 嗯 其實呢 就是水櫃呢 現在就不流行的了 說真的 因為很多因素 其中一個因素呢 就是衛生 雖然說那個水呢 當然未到來 要洗的 你想想 就是很多水櫃呢 是浸過那隻手的 就是你的手一放進去 就拿起那支飲品 那你的手呢 是把水放進去那裏 但是它的溫度 那樣 那老闆不讓你摸的 是有些你熟悉的 其實 就不摸而已 避免不了了 就是這件事呢 就變成了 大家拿著手放進去 是有問題的 那你拿瓶水上來 就這樣喝 那老闆用千年布來抹一抹它 因為不怕滴水 就這樣開 那塊布才拿命 我就跟著說 不是那個水的問題 那塊布 那有很多東西喝的 包括呢 那時候有一隻 香檳那樣的 其實是葡萄汽酒 大陸來的 那它有一點點香檳的口味 另外還有 是香檳的 香檳的 爐山礦泉水 也有得賣的 究竟的消暑的飲品 還有來自廣州的白雲汽水 澳門的亞洲汽水 那亞洲汽水呢 其中一隻 是輝煌的 是泵得過其他地方的 這個就是沙士 是 其實澳門還有一間汽水廠 是澳門做的 當時浴泉和七汽都在澳門做的 那全部澳門做 今時今日 是玻璃瓶的 可樂 也是 玻璃瓶 是的 其實亞洲汽水 原創不是澳門的 亞洲汽水原創是廣州的 但是呢 當年的澳門的亞洲汽水 它有幾種味道很好的 我認為是很好的 你說沙士 我怕搶了你說不到 其實是橙汁 還有白檸 還有還有 其實它都出了那個叫做 忌廉 是的 其實玻璃瓶 我參觀過的 差不多做了玻璃瓶上的事情 可惜時間問題 我們第一日 第二日再說 多謝輝哥